各種的農特產 蔬菜 還有那個薏米 大家都賣到大家都高興就對了 所以這一個產質的話 不但我們橋頭區 而且鄰近的話 他們有很多的這個 也會帶動他們鄰近的這個商機 大家生意都共同來做 這個我們非常好 對 店家都可以撤到這裡 店家開心 遊客也開心 你們辦活動也很開心 這個花海 花田喜事 它的展期到什麼時候 大概我們今年的面積是最多的 大概有70公頃 我們70公頃的話 我們遍布17個里 每一個地方周遊 其實遊客到我們那一個地方 假定你要去觀賞70公頃的話 最主要你還是 騎著腳踏車 摩托車 或者開車的話 你才有辦法 繞著我們整個17個里 到裡面去的話 才有辦法完完全全去觀賞到 我們的這個70公頃的花田 我們的花田的話 它的花種也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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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 我們今年的話就是說 波斯吉的話 它的顏色就是大概有五種 五種之中的話 另外我們又種植了這個萬壽吉 對 還有百入草 還有翠如栗 還有項鹿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所種植的70公頃 尤其是到了橋頭 可以看到我們過去的很多的這個台塘的土地 他們現在已經種植了很多的這個樹木 平地造林也是非常漂亮 平地造林 我們大概我們這個名稱的給他 我們都跟他說這個黑森林 我們瞧瞧一個黑森林 它的這個種植的很多的這個平地造林也非常的美 對 再來就是說我們的這個花期的話 今年雖然我知道有受到這一次的這個雨量的影響 對 大雨的影響 當然稍微有點影響 但是我們的花期可能到1月27號 1月27號 11月27號 那之後呢 因為我們春節很快就要到了 我記得往年春節的時候都還是看得到花的 那這一次的這個花到11月27號的話 那之後怎麼辦 當然最主要的話 我們這一次的花田面積擴大 我們是按照城市長他的政策 他要規劃成這個花田城市 所以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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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面積我們不但有很多 而且在我們最近開始要推出第二次的這一個過年前 我們有十幾公頃的這一個花田 對 他的花田的話 他的花田景觀的話 我想也是很漂亮 是 大概過年的話 我希望遊客也能到我們橋頭 到了堂場以後也可以到橋頭 來觀賞我們第二次的花田 對 因為現在到橋頭好方便了 捷運就可到 下來就是堂場 對不對 然後腳踏車一起又到了花田 剛剛區長講了這麼多的花種 其實區長也有帶來相關的照片 很漂亮 是不是秀一下給我們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現在橋頭每到這個時候 這個花田當地就是這麼的漂亮 對 對 這個就是像剛剛區長有講到這些花的種類對不對 對 這個顏色是不是有特別去排列 這一種的話 我們是以按照北海道還有歐洲式的規劃 這個是屬於我們的色帶 這個是色帶 所以我們的顏色非常鮮艷 是 各種顏色都有 對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花海 對 這個是我們的花海 哇 這是波斯菊嗎 對 這個是波斯菊 這個是波斯菊 好美喔 這個是我們的花海 對 另外一種的話是我們的圖騰 圖騰 哇 這個是我們的圖騰 對 這個是我們的圖騰 哇賽 這個真的是要有相當的圓藝的手藝 對 對 對 好 好 這個顏色真的很多 其實的話 還很多種 對 還很多種 大概我先 我就要只是準備 稍微準備一下而已 是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人潮越來越多的情況 區長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舉例一下 因為我們在私底下在聊的時候 區長就講 我們那個環妹都被拔光了 這個能不能跟我們分享 好有趣喔 大概我們已經進入第五年了 對 這個花田喜事 我們每年不但這個人潮不但在破紀錄 對 尤其是今年原本我們有70公頃的花田 對 但是呢 我們有種植了 一公頃多的 有那個薏米 還有這個地瓜 還有蘿蔔 但是呢 我們的活動 兩天當中我們竟然 對 突破了 將近要7萬人 所以 只有兩天的話 原本我們規劃是這次活動 要給遊客闡關以後 對 讓他們去體驗一下 這一個鄉下的這一個龍舟的 採收的體驗 沒想到說兩天就 全部都是拔光光的 採光光的 這個是人潮真的太多了 是兩甲地的環媚嗎 一家瓦就對了 一家瓦 那也很多 對 家瓦 家瓦 還要闖關才能去採 對啊 還能闖關 這樣要排好久 但是大家就是願意去排去闖關 對啊 其實老師說 有的人遊客 你要闖關的話 你必須要到我們植林公園 對 到那裡 其實大部分的遊客有時候不知道 真的 這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可能到了別的田去了 這樣子 對 當然拔這個玉米 什麼的都是我們 這個主辦單位是同意的 你們要闖關是可以拔 但是呢 有一些花是不能拔的 所以我們要請區長呼籲一下 當我們來看這些花海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希望就是我們遊客 不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會比較好 當然最主要的話 我想這個 花旗這段時間的話 我呼籲一下就是遊客 到我們秋頭來賞花的時候 盡量 目前的話不要去採花 也不要去給它採到 尤其是遊客多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環境這方面的話 大家共同來維護 當然站在公所這方面的話 我們也動員了公所所有的人員之外 還有學校還有地方 大家共同來維護地方的這一個環境景觀 讓我們每一個遊客 到了我們橋頭來觀賞花季的話 快快樂樂樂來 大家抱著一種非常 辦喜事的那種心情 大家到了橋頭的話 人家所謂我們橋頭有一句話 真的說到橋頭會出頭 就是這樣 哇這句話真的好棒喔 會出頭 是 當然我們要在最後呢 請我們區長來分享一下 就是有沒有一些私房景點 聽說是有這個洛農專業區 可以說是我們高雄唯一有的地方 大概我當過這個融會的理事長 大概我們高雄 高雄地區的話 主要橋頭這個融會的話 它有這個洛農班 它有兩個班 對 所以我們橋頭的話 有規劃的這個洛農轉業區 有很多的這個乳牛 尤其是在這一個高雄大寫的後面 那一個地方的話 有很多的這個乳牛 還有人家所謂的話 這黃牛的故鄉 在我們大高雄地區的話 現在要看到像這個這麼 這麼多的黃牛 這個是我們橋頭 現在不但有大樓 而且有這個金黃色的稻米 也有這個黃牛 這個黃牛的話 也在這個大樓 這個是在大樓 大家有看到在大樓 這個好對比喔 強烈對比耶 有這個高樓大廈是都會區 可是呢 而且它的前面是黃牛 黃牛的故鄉 現在真的很少了 所以橋頭的陽光 橋頭的稻米 橋頭的黃牛 還有橋頭的這個 農村的這個原始的風貌 還有我們的這個農特產 真的到橋頭的話 不妨走一走的話 可以體驗到這個鄉下的這個氣息 真的非常的好 歡迎到我們橋頭一個鄉下 又都市化 又現代化的這個生活機能的地方 對 這個是 都想去long stay了 對 區長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在這個服務願景的部分 縣市合併的前後 應該是有所不同 是 大概從原本的高 高雄縣橋頭 像我原本的從擔任鄉黨 而轉任區長 對 我想我們必須要做好一個 就是說 未來的區市 我們還是認為縣市合併來說的話 對地方比較好 因為從資源的分配 整體的規劃 產業的發展 我想應該是個縣市合併以後 不是我們公所好不好的問題 而且是對我們橋頭區的區民 未來是不是會好一點 我認為說這個是非常重要 當然站在我們公所的話 我們是以服務我們的這個 這個區民為目的 當然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要遵照我們這個 陳市長他的指示 當然我們的服務 我想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會更加緊提升 我們認為是一個大高雄的市民 是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區長 聊到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那股定我們就一起來看下個單元了啦 下課報了 洞裡洞外的歲月檔案文物 中德西紫灣哈馬興風華 時間是一直到11月的29號 基點在國立中山大學講公行館 以上是今天的公立火力災 我是吳之宇 感謝您的收看 祝您順心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 謝謝 吃開會 出發的 都會被政府 在那裡 吃開會 一家 那天 日子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